蔣家第四代蔣友清被控涉嫌恐嚇台北美国学校 而同为蔣家人的国民党副主席蔣孝言 今天在出席国民党十九拳大会时 特别表示年轻人犯错当然是要负责的 不过还是希望社会能够给蔣友清多一点空间 还有反省的机会 我希望大家能够给年轻人多一点关怀 多一点体谅 而且如果年轻人犯的错 当然他过然要负责 可是还要多给他一点空间机会 能够反省 而且他也可以发费图强 而蔣友清的母亲蔣芳质疑 原本今天也要出席这场国民党十九拳大会 要在会中提出关于外交侨务工作的建议提案 不过可能因为蔣友清的风波 蔣芳质今天并没有到场 ление影响 用则坚dir 30分钟 移行